第五十一章人鱼合一,自信源自于实力,韩非一点都不慌,他自然也看见了追在后面的李虎,不惊乐了。 韩非,何小鱼,停下,不要慌,咱联盟,弄他。 何小鱼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你弄谁啊你弄。 何小鱼,我们打不过他,他有一只虎头与契约灵宠,不可力敌。 韩非,啊,什么什么灵宠,李虎也很意外,意外的并不是和韩非相遇,而是听见了韩非的名字。 自己似乎闯了祸了,这个是人韩非,何小鱼控制着吊舟,随时准备逃跑,然而韩非却趾高气扬地站在船头对着李虎喊道,贼子,速速把你的吊舟献给我,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 李虎阴狠着脸,韩非,你我无冤无仇,既然你护着他,那我放过他便是。 韩非,放屁,这是你放不放过的事情吗? 现在你为鱼肉,我为刀组,快点把你的积分献给我,否则我让你知道珊瑚为什么那样红。 可小鱼惊呆了,韩非什么时候这么霸气了? 关键是,李虎好像很怕他,李虎,韩非,不要得寸进尺,堂哥不会一直留在天水村,他不可能护你一事。 韩非,乖你屁事,现在能护着我就行了,快点,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不想虎头帮就此覆灭的话,最好乖乖地把积分献给我。 可小鱼算是明白了,韩非这仗着堂哥横行霸道呢。 不过这么一想,顿时他也不怕了,对啊。 你难不成还感动韩非不成,李虎脸色极为难看,堂哥他确实惹不起,韩非,他暂时似乎也惹不起。 可他悄悄地对海面做了一个手势后,这才深吸了口气,韩非,我送你一半积分如何? 韩非,什么叫你送,那本来就是我的积分,你会说话吗? 全都是我的,一分都不能少。 李虎压住怒意,沈声道,鱼的数量很多,你要不过来一起搬。 韩非顿时气笑了,我就说吧,你是不是小时候脑袋被铁头鱼撞过? 我抢劫了你,你竟然让我当苦力,你自己把鱼扔进我的鱼舱,我不急,有的是时间。 可小鱼这会跳上了韩非的船,很小声地踢着韩非的耳朵道,要小心,他刚才杀人了,杀了好几个人。 韩非脸色微变,哪怕现在他都没想过要杀人,毕竟都是孩子,这么小就葬身大海,到底还是有些鱼心不忍。 没想到,李虎竟然真的动手杀人了,李虎暗道,哼,韩非又如何,这里四下无人,堂哥并不在,如果在这里将他跟何小鱼击杀,谁又知道是自己干的。 李虎强忍着杀人的怒火,再给韩非的鱼舱里运送积分。 韩非不时地催促道,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慢,没吃饭吗? 李虎心道再等一会儿,你也就不用走了。 可小鱼这时无语地看着韩非,这家伙以前轮葫芦一个,自打上回掉海里后,整个人就变了。 可小鱼,韩非,你现在多少积分了啊? 韩非想了想,不知道啊,数不过来,等巡查时给我统计呢? 正当这时,李虎忽然说了句,韩非,你的鱼舱已经全都满了。 韩非想都不想地回答道,哦,满了啊。 可小鱼你那边有空鱼舱吗? 可小鱼嘴巴张成了O型,这种把鱼舱塞满的情况难道不是只会出现在前十名的身上发声吗? 有有有,我还有四个空鱼舱呢。 韩非,那我放你那应该也能算我积分吧? 可小鱼,应该,算吧,随即韩非指使着李虎道, 那你搬他鱼舱里,别偷懒,快点,我还要去打劫呢。 李虎一声不坑地往何小鱼的鱼舱里赛鱼,但内心却震惊了, 这家伙的鱼舱竟然全部都给满了, 而且刚才自己翻开一个舱盖,里面竟然全部都是刀鱼, 他怎么做到的? 可小鱼若若道,你,上个时辰多少积分啊? 韩非想了想,没太记得,好像一千多分吧。 可小鱼,李虎,正当着会儿,村长的声音在天空响起, 本次垂掉试炼距离结束还有一个时辰, 诸位再接再厉。 韩非惊议了一声道,村长怎么没报分? 可小鱼翻白眼,当第一签名的分数报过之后就不用报了啊。 最后两个时辰分数会比较混乱,所以不太好统计。 你没看见巡查室都没了吗? 这时候他们是不允许出现的,都在外围。 韩非眨巴了眼睛道,不是吧,那个不是巡查室吗? 韩非指了指不远处行驶来的吊舟,上面正是一个巡查室。 这一点很好区分,巡查室都是上了年纪的人, 这人看起来的有30岁了,不是巡查室是谁? 忽然,韩非眼睛一眯,不对,我们被包围了。 韩非看见了远处有黑点出现,再看向四周, 至少有数十艘吊舟正在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 哈哈哈哈,韩非,你的死期到了,即便是你堂哥的兄弟又如何, 既然他此刻仍不在这里,我杀你又何方? 可小鱼惊呆了,赶紧到,赶紧跑,跑, 只见韩非懒洋洋的表情顿时收敛了,表现出了一丝凶悍, 在海上,大家都是同样的吊舟,往哪跑? 秦贼先擒王,先宰了你,只见韩非手持紫竹棍骤然出手, 紫竹棍上灵气喷涌,直奔黎虎门面而去。 黎虎冷笑,你以为你是堂哥,即便是堂哥,我也不惧, 只见黎虎的棍子上同样灵气涌动,不退反进, 凶狠地冲韩非砸来。 助手,千米之外,那巡查室的声音已经传来, 可这也更加确定了这个巡查室有问题, 因为巡查室根本管不到这个事。 韩非眼神一冷,一身实力毫无保留, 自身279点的灵气储备,可不说笑的, 储备上限越高,代表着身体承受能力越强, 身体强度也越高。 当,哄,在何小鱼惊讶的目光中, 黎虎竟然被一击轰飞,直接撞碎了船舱带, 被轰了进去。 扑,李虎口中鲜血狂喷, 顾口撕裂,双臂仿佛被折断一般。 李虎内心震撼无比,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这么强? 自己巴吉于夫竟然不是对方一盒之敌, 不等李虎反应过来, 韩非整个人跳起, 李虎惊骇万分, 如果这一滚被劈中了, 只怕不死也中伤。 虎头,腹体, 嗯,韩非微微一侧身, 只见一只三米大的丑陋大鱼闪电般冲进李虎的身体。 什么鬼, 却见李虎身体忽然膨胀了一圈, 面目争鸣, 体表灵气更加浓郁, 浮现出一只大鱼虚影。 可小鱼, 小心, 这时人宠合一状态, 他的战斗力会骤然增强许多。 韩非眯着眼, 那就多砸两下, 我让你住手, 那巡查时正在急速赶来, 韩非却无视了他的喊声, 再次举棍砸下。 只是这一次紫竹棍尾端铃光闪烁, 韩非用出了灵气爆。 李虎慕刺欲裂, 哪怕骤然变强也不得不小心应对灵气爆的威力, 他同样汇聚一身灵气, 也使出了灵气爆。 爆, 空, 李虎的吊舟足有两个鱼舱被一次灵气爆冲击给炸烂, 而李虎却被这一棍杂的蹊跷流血, 他甚至连棍子都拿不住了, 感觉双手已然断裂。 而韩非被震飞七八步, 再次跳了起来, 紫竹棍上灵气爆再次袭来。 李虎大惊失色, 别杀我, 别杀韩非不是傻子, 这时候不拿下李虎, 待会儿可就来不及了。 可就在紫竹棍准备砸到李虎的时候, 只见一头大鱼仿佛从李虎身体内冲出一斑。 咚, 砰, 虎头鱼凭空出现, 挡在了李虎身前, 被韩非一棍子把脑袋砸得凹陷了下去。 第五十二章杀巡查史, 没死, 韩非震惊了, 自己这一棍子有多强他自己很清楚, 其中力量何止千斤, 他全力爆发之下自信九级渔夫都不敢轻挡, 结果砸在一条鱼身上, 竟然还没砸死。 小畜生, 我让你住手, 韩非三棍没能载了李虎, 以至那巡查史已经到了三十米开外。 韩非眼神一冷, 一不作二不休, 杀。 等巡查史的船稍微近了一些, 立刻忙不迭地跳了过来。 可就在巡查史腾空的那一刻, 韩非瞬间弹跳了出去, 紫竹棍上灵气爆再次施展。 大胆, 数辞而敢, 巡查史自然也有强有弱, 除了四大学校之外, 哪怕是监察队和执法队的那些巡查史也大多都是九级渔夫或者渔夫巅峰高手。 在韩非看来, 这个巡查史不可能是吊尸, 如果是吊尸的话相隔百米之外就已经可以用吊杆出手, 可是他没有, 那么说明实力最多也就渔夫巅峰, 所以他准备放手一搏。 爆, 你疯了, 半空中气浪翻滚, 何小于竟被这气浪吹得连退了两三步。 扑通, 一声乍响后, 两人均是落入了海中。 韩非, 柯小于脸色苍白, 脑子一片空白, 渔夫境界掉入海中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此处没有掉尸在场, 可谓九死一生。 而最最惊骇的便是那巡查史, 他整个人都猛了, 这个少年竟要和自己同归于尽吗? 为什么他灵气暴足足暴了四次, 可惜这时候已经没有时间给他去思考了, 入海的一瞬间, 这名巡查史连忙灵气引体。 可他刚稳住身影, 就看见一道轻光瞬间砸下。 孤独, 巡查史惊骇欲绝, 他被一棍冲往水底数十米深, 胸腹一口气直接被韩非捶了出来。 他心中惊骇, 这少年到底是谁, 为何围会这般强横? 可是现在并非想这些的时候, 巡查史连忙上浮, 他已经看见有刀鱼游过, 远处似乎还有舌带的身影。 然而韩非正挡在他的上方, 此刻咧嘴笑了一下, 露出了一口白牙。 这是韩非第一次使用游龙爵, 虽然很不熟练, 但是却也和之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水中, 仿若由于翻滚腾挪轻松至极。 不好, 看见韩非速度极快的游来, 巡查史连忙挥五棍, 长棍划破海水。 赖河他的动作太慢了, 只看见一刀寒光掠过手腕。 巡查史长棍脱手, 手腕鲜血涌现, 而韩非看了眼快速游来的蛇带, 直接放弃追杀, 对着巡查失败了摆手。 海面, 和小鱼还盯着海面, 而不远处数十搜掉周正义最快的速度赶来。 哈哈哈哈, 磕磕, 你们逃不掉的, 闭嘴, 信不信我现在把你扔海里去? 李虎, 不, 你杀不掉我, 哪怕我重伤, 你也杀不掉我。 坠入海中, 他活不了了, 哈哈哈哈, 碰, 就在李虎话刚说完, 韩非破水而出, 直接落在甲板上。 李虎, 你,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还活着? 柯小鱼喜极而泣, 韩非, 你没事, 吓死我了, 我以为你死了。 呜呜, 韩非拎着紫竹棍看着海面平静地道, 那个巡查使落水后恰好遇到了蛇带。 嘖嘖, 我亲眼看见蛇带从他的嘴里钻了进去。 嘖嘖, 哦, 何小鱼可以想象那颗画面, 顿时恶心地想吐。 李虎脸色大变, 欲发苍白, 他颤抖低指着韩非, 你, 你敢杀巡查使。 韩非, 你哪只眼看见我杀巡查使了? 瞪了一会儿, 韩非见海面并没有动静, 看来那巡查使上不来了, 于是心情放松地走到李虎面前道, 嘖嘖, 如果不是为了积分, 我现在真想淡掉你。 完了韩非举棍就砸, 而之前没死的虎头鱼户主朝韩非冲来。 报, 韩非似乎早就料到了这种情况, 再次施展灵气报, 又一次把虎头鱼砸翻在甲板上。 砰砰砰, 只见韩非举着紫竹棍上前就是一顿乱砸, 力量之大连甲板都被砸通了, 终于那大鱼被活生生砸了半死。 这一幕看得李虎直哆嗦, 那是虎头鱼啊。 普通鱼场和一级鱼场都极其难得一见的稀有品种, 此刻竟被韩非砸得面目全非, 奄奄已息。 虎头韩非还准备继续砸, 结果就看见虎头鱼画到一道流光, 直接落在了李虎的手腕上, 随之凝成了一只鱼的形状。 韩非惊奇地看着何小鱼, 那鱼这么扛揍。 这都不死, 何小鱼, 那是契约之力, 虎头鱼快死了, 但是被李虎收回了体内。 不过契约受受伤, 契约伙伴同样要受伤, 韩非看了一眼李虎, 果然这祸大口大口吐血。 韩非还是有心无语, 这么大一只鱼, 还能收进身体里面。 那岂不是跟我的小葫芦一样了吗? 怪不得虎头帮帮主李爵可以称霸一级鱼场呢? 有这样一条鱼, 想死都难啊。 贼子放开我家少爷, 大胆, 敢对虎头帮少主动手, 你们不想活了。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不相思的话赶紧放了我家少主。 韩非看了看围上来的数十只吊舟, 一手拎起已经残了的李虎, 对着对面的众人道, 赶紧把你们积分献给我, 否则我废了它。 放肆, 你敢黑虎头帮的积分, 而只听李虎一只手直接被掰断, 发出惨烈的嚎叫。 韩非, 是我说的不清楚, 还是你们耳朵不太好? 李虎, 都愣着干嘛, 给他。 韩非, 顺便把那艘船也塞满, 韩非指着何小鱼的吊舟, 转头对何小鱼道, 咱毕竟是同学, 我照你。 可小鱼在旁边看呆了, 心中小九九一堆, 韩非未免太凶了吧。 不过韩非现在真的好厉害, 拥有虎头鱼的八级鱼夫李虎竟然被打残, 假巡查使直接残死, 一次性抢劫十几艘吊舟,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那个韩非吗? 韩非留下了两艘船, 再得满满的两艘船。 当十几艘吊舟鱼舱被完全清空之后, 韩非这才懒洋洋的拍着李虎的脸道, 退赛李虎脸色微变, 现在退赛, 现在只剩下半个多时辰了, 你让我退赛。 这是故意不让我参与天赋麒麟。 卡擦, 二韩非一棍子把李虎的腿敲断, 这才滋着牙笑道, 需要我再说一遍。 李虎目中惊恐, 他意识到韩非绝非传闻中那般, 这是个狠人, 非常狠的人。 如果自己拒绝, 说不定真要进海里喂鱼了。 李虎咬牙, 我退。 当真正的巡查使过来的时候, 看见李虎如此惨样, 不由得心头大害, 这还是那个凶狠霸道的虎头帮少主吗? 临走时, 李虎狠狠地看了韩非一眼, 韩非, 看什么看, 再看把你眼睛扣下来, 回去跟你爹说, 你浪费了我十美补灵干, 让他自己看着办。 李虎目刺欲裂, 嘴角鲜血流淌, 但是他得憋住, 没能干掉韩非, 一旦韩非找堂哥来对付虎头帮, 那才真的完了。 等李虎被拖走, 何小鱼才道, 喂, 为什么不把他, 韩非疲懒道, 只要人没死, 就不怕他跌走几跳墙。 另一边, 堂哥和王白鱼遇上了, 堂哥, 积分给我, 我不杀你, 王白鱼大汉, 我特么百里范围的渔场, 怎么就遇到了这尊大神? 王白鱼忙道, 堂哥, 我跟韩非是好友。 对了, 他欠我一个人情, 堂哥皱眉, 说, 如果让我知道你骗我, 王白鱼, 上次韩非被人算计, 在海里漂泊五天五夜, 是我遇见他并救了他。 你再说一遍, 却见堂哥顿时大怒, 手中那金灿灿的长棍指着王白鱼。 王白鱼道, 这个是整个离空港都知道, 具体是谁我不知道, 但是离空港早已介入调查, 想必韩非自己心里应该有数。 堂哥放下棍子, 这么说, 韩非确实欠你一个人情。 不过我放了你, 这个人情就没了。 王白鱼, 这是自然, 第53章你能不能放尊重点, 话说, 最后半个时辰所有人都疯了, 积分足够多的, 想弄更多的积分, 争取在天赋起零的时候 占到一个较好的名次。 积分不上不下的希望能进前百, 积分不够的大多是已经被抢了的, 心有不甘, 准备再抢回去。 可是锤吊失恋已经只剩下不到半个时辰了, 还敢留在场上的哪里还有弱者。 那些被抢过的人哪里还能讨得了什么好处? 最关键的是, 失恋开始时那些结盟, 现在纷纷开始瓦解。 本来这些人的吊舟都是捆绑在一起的, 有人无心之下就被旁边的盟友捅了刀子, 有人直接铭抢, 有人之前隐藏实力突然爆发, 斩杀了联盟里的其他成员, 独吞了所有积分。 故而这时候, 退赛的人越来越多, 特别那些联盟已经瓦解手里还拥有大量积分的人, 很多直接选择结束试炼。 当然, 还有另一种情况, 那就是结盟越来越大, 以其中某个人为主导, 有人甚至汇聚了十几艘吊舟。 通常这样的人都是天骄人物, 给其他人许诺了各种好处。 其中, 最典型的就是来自西校区的夏无双, 拥有四级夏品灵脉。 这无疑是一个必然会飞黄腾达的天骄, 于是很多人起了抱大腿的心思, 前来送积分, 帮他一起抢积分。 韩非这边, 两个人站着四艘吊舟, 满满的全是积分, 任谁看了都会红眼。 如果是东校区的人看见韩非跟何小鱼, 那是把腿立马走。 但夏无双并非东校区的, 他是西边的, 根本不认识韩非。 虽然夏无双知道韩非跟何小鱼可能会很强, 但再强也不过八级, 而自己就是八级, 况且身边还有十几个小弟, 这两个人岂不是抢定了。 自打跟韩非混到一起后, 何小鱼就没事了, 他觉得自己近前百已经稳稳稳没有问题了, 此刻正在磕着海瓜子。 忽然何小鱼喊道, 有船队过来了, 韩非, 我看见了, 好大一坨快地啊。 何小鱼, 韩非笑了笑地了一枚补灵单过去道, 小喽啰你解决, 最强的我解决。 何小鱼一听, 顿时跳了起来, 小喽啰有十几个, 最强的才一个。 韩非, 何小鱼, 你好歹也是七级于风了呀。 就不能扛着点压力吗? 可小鱼撅着嘴, 哪怕十几个五级于风, 都能耗死一个七级于风好吗? 更何况我还是刚入七级, 我又没有你的天生神力, 怎么打吗? 韩非无语, 算了算了, 一人一半, 这总可以了吧? 可小鱼, 最强的那个闺女。 可小鱼, 我跟你讲, 你这样是成不了强者的。 可小鱼, 我不用成强者啊, 我只要成大吊师就行了, 我爹就是因为注定成不了大吊师才一心想要我成大吊师, 成大吊师以后我就解放了。 韩非汉言, 何小鱼你这个想法很危险, 可小鱼, 那我不管, 反正现在你比我厉害, 你连巡查室都能杀。 你的实力至少已经达到了九级于夫了。 说完何小鱼抬头望着天, 一个月前韩非才二级于夫哦。 这才几天, 一个月而已, 竟然已经拥有了对战九级于夫的实力。 如果说堂哥是妖孽, 那韩非是不是也算一个妖孽呢? 韩非, 我们逐个击破怎么样? 可小鱼, 怎么逐个击破? 他们肯定是一起上啊, 要不我们还是结束十连吧, 我觉得你进前十都够了。 韩非没好气到, 我都进前十了, 那为什么不进前三? 除了前三名都没奖励的, 可小鱼, 其实是有的, 按照以往, 前十名可以去挑选一门战绩的。 韩非嫌弃道, 咱村里能有什么好战绩, 我还是进前三吧, 可小鱼真想把这家伙一棍给冲海里去, 他都紧张死了, 这家伙还在这边吹。 夏无双站在船头, 双手背后, 淡淡地看着这边。 等船进了, 夏无双才好奇地看着韩非说道, 我很好奇, 为什么你们不跑? 韩非, 人手不够, 没法开船, 要不然早跑了。 夏无双, 你们被人抢过了, 韩非忽然怒道, 你不能放尊重点。 夏无双, 韩非, 把你的手给我放出来, 跟人家说话的时候手背在后面像什么话。 夏无双, 何小鱼, 何小鱼快哭了, 人家都到面前来了, 你倒是打。 家扯什么呢? 夏无双, 把积分交出来, 饶你们不死。 韩非, 你现在积分排进前三了吗? 夏无双, 夏无双有些无语, 为什么感觉和这家伙没法都通, 咱俩能好好说话吗? 不要那么跳跃行吗? 夏无双耐着性子, 还差点。 韩非顿时眼睛一亮, 那你把积分给我, 我就不差了。 夏无双, 夏双双黑着脸, 看来你是不想给了。 韩非, 我给, 夏无双暗暗出了口气, 不用开打是最好的, 他也不太想跟眼前这人打, 因为他看见这船上有过剧烈的战斗痕迹, 而且战斗强度很高, 说明这人的实力绝对不低。 然而下一秒, 就听韩非道, 我给你个锤子。 夏无双还没反应过来, 韩非已经跳了起来, 紫竹棍上灵气闪烁。 爆, 夏无双顿时脸色大变, 灵气爆, 这是七级以上的渔夫才可以用出来的, 最关键的是, 为什么他感觉这灵气浓郁程度竟然比自己施展的还要高? 只见夏无双连忙想要挥棍格挡, 可他忘了, 刚才想着装逼结果棍子没拿在手上。 顿时夏无双脚下猛一用力想要往后弹去。 在夏无双的身后, 四名六级渔夫反应过来, 赶紧拎棍反击, 只听碰的一声响, 四个人全部瘫倒在地, 有连个已经直接昏厥, 身体还在抽搐。 夏无双这边所有人都惊呆了, 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惹了哪一尊大神。 不等他们反击, 韩非脚下一点落在夏无双的船上, 脚下再一用力, 飞速地朝夏无双踢去。 此刻夏无双心中大害, 他的手刚刚接触到自己的棍子, 可眼下他人还在半空, 唯一能做的就是举棍格挡。 当只见夏无双的身体直接砸碎了船舱盖, 落进了鱼舱了, 莫了还在半空中留下一口血雾。 韩非淡定地站在鱼舱边上道, 都说了做人不要装逼, 要有礼貌, 要平等待人, 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在面对敌人的时候还敢把双手背后面。 啊, 只听船舱里一声嘶吼, 随之灵光闪动, 夏无双弹射而出, 直击韩非。 砰, 来得快, 去得也快, 夏无双再次被劈进了鱼舱。 韩非, 叫个屁啊, 连身体都还没稳住就施展灵气暴, 你老师就是这么教你的。 边上, 不远处, 本来还准备为上来的其他少年, 此刻纷纷助手, 有人偷偷地想要溜回自己船上。 韩非把棍子一举, 指着那个家伙道, 那个谁, 你再敢跑一步, 腿打断, 扔海里。 那少年哭丧着脸果然没敢再跑, 但他吓坏了, 夏无双啊。 刺激下品灵脉, 八级渔夫, 就染两棍子就被撂倒了, 对面这家伙什么来头。 韩非却不管他们想什么, 对着何小鱼喊道, 何小鱼, 收积分了。 话说何小鱼一脸猛逼, 他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场惨烈的战斗了, 结果这才多久。 我还没来得及跳上人家的船呢, 战斗就结束了。 扑, 你, 是谁, 只见夏无双两只手扒拉着鱼仓, 满嘴鲜血地看向韩非。 韩非一脸严肃, 我就是那个你打不过的人。 夏无双, 第五十四章编故事小能手。 夏无双的失恋提前结束了, 原因无他, 首先他自己此刻战力全无, 其次手下六级巅峰的渔夫被一棍子撂倒了。 指望剩下的那些五级渔夫去打劫, 不被别人打劫就不错了。 此刻, 韩非苦恼地站在甲板上对着何小鱼说, 这么多吊粥我们也开不走啊。 何小鱼, 这么多吊粥在这里, 肯定没人敢来打劫你了, 夏都给夏回去了。 韩非, 何小鱼, 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第一名了? 何小鱼, 是你第一名, 我估计得排一百名以后。 说起这个, 何小鱼恨恨, 刚刚还没等他动手战斗就结束了, 导致现在也不好意思开口跟韩非说分一两船给他。 韩非, 那不能够, 我估计我积分有点多, 分你一, 分你两船, 这样你就可以尽前百了。 何小鱼眼睛一亮, 这是你说的, 顿时何小鱼没开眼笑地就准备去挑船去了, 不时帝还发出一声惊呼。 韩非, 亲甲鱼啊, 大黄鱼啊你随便拿, 刀鱼你少拿点。 何小鱼, 此刻已然接近日暮, 巨大的太阳就像是挂在海面上一样, 仿佛往前走一步, 就能走进去似的。 韩非坐在甲板上看太阳, 嘀咕道, 没有酒啊, 没有烟啊, 什么是烟, 何小鱼已经挑完了, 觉得自己铁定进前百了, 至于前三, 他是不可能去追求的, 他也没那个能力去追求。 韩非,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很漂亮? 何小鱼, 漂亮吗? 我爹说海底才漂亮, 说有千万种颜色, 我都想象不出来, 真的好想看一看啊。 韩非白了他一眼, 没出息, 这么大的太阳, 你从来都不欣赏的吗? 太阳有什么好看的? 韩非笑道, 你难道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太阳吗? 你不觉得这很神奇吗? 是什么吸引住这么大的太阳? 是什么不让这太阳撞过来? 何小鱼看傻子一样看着韩非, 当然是海神啊! 海神大人在黑暗里抓来最闪耀的那颗星辰, 于是就有了太阳啊! 韩非, 韩非, 呵呵, 他咋不上天呢? 何小鱼, 不许说海神坏话, 是海神创造了海洋, 是海神带给我们光明, 是海神创造了世间所有的美好。 韩非, 何小鱼, 你见过彩虹吗? 何小鱼, 韩非立马抓过水壶来, 对着何小鱼道, 你看好了, 看上天。 只见韩非抓过水壶大饮一口, 然后对着天空开始喷水。 扑, 扑扑, 扑, 何小鱼呆呆地看着正在喷水的韩非, 他有点同情韩非, 他好像傻了啊。 该不会又要变成一个月前的韩非了吧? 啊忽然, 何小鱼震惊地看着那片水雾, 还使劲地揉了揉眼睛, 小嘴巴张的老大。 啊啊啊啊啊, 韩非, 闭嘴, 嚷嚷什么? 何小鱼拉着韩非指着半空道, 七彩神光, 七彩神光, 他可以通向海神的领域, 韩非, 闭嘴, 没文化, 真可怕。 韩非挥手在半空扫了扫, 直到看不见彩虹后才说道, 这叫彩虹, 是阳光射到空中接近球形的小水滴, 造成色散及反射而成。 算了, 说了你也听不懂, 反正他叫彩虹。 何小鱼目光炯炯地看着韩非, 不, 他是七彩神光。 韩非, 你竟然可以制造七彩神光, 你老是说你一个月前是不是在海底看见海神了。 韩非, 还你妹, 何小鱼还想争辩, 却被韩非忽然打断道, 快看, 有吊钟来了。 距离锤吊失恋已经快结束了, 所有路过的吊钟在看见韩非他们这一群吊钟的时候, 全都恨不得自己扛着吊钟跑, 结果这时候有几艘吊钟竟然直奔他们而来。 韩非和何小鱼都很好奇, 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勇气, 跑来自投入网。 韩非, 准备好, 抢了, 何小鱼, 嗯嗯, 结果等吊钟进了以后, 韩非竟看见堂哥, 同样的, 堂哥也看见了韩非。 何小鱼还跳起来挥手, 挥手道, 堂哥, 在这在这。 等堂哥进来, 看着这一群吊钟目瞪口呆, 韩非, 这。 怎么回事, 韩非, 哦, 抢来的啊, 堂哥, 堂哥抬头, 一脸不可置信, 你抢来的。 我特么就出去了二十几天, 你跟我说你有本事在锤吊室恋抢这么多吊钟。 可小鱼别嘴道, 还不是因为你留下来的那些宝贝, 堂哥, 你到底给他留了多少好东西。 这才一个月, 他就已经可以斩杀巡查室了。 我留了很多东西吗? 不是, 什么, 群查室, 谁斩杀巡查室, 韩非真想把何小鱼这个大嘴巴塞进鱼舱里, 喵得, 哥俩刚见面, 全给你暴露了。 韩非搂过堂哥的脖子, 把他拉向一边道, 别惊讶, 除了你留下的东西, 我还有别的机缘。 之前你不在, 我被人暗算, 在海上待了五天五夜, 然后就遇到了一个白胡子老头, 他非要传授一门功法给我, 我不要, 他非要给。 真的是, 韩非的话, 信息量太大, 但堂哥直接跳过了所谓机缘, 而是凶狠着脸问, 谁准备暗害你? 韩非打了个哈哈道, 小事, 对我来说都是小问题啦。 你可千万不要给我说漏了, 我对外说都是说你给我留了好多宝贝, 所以我才会晋级这么快的。 堂哥点了点头道, 好, 不能过于出头。 不过那杀巡查史这可是大事, 你为什么, 韩非, 应该是虎头帮安插在巡查史中的叛徒, 境界并不高, 我也是趁其不被将其拖入了海里, 后来被蛇带给钻了。 所以, 其实也不是我杀的, 堂哥大惊, 你还落海了, 可有受伤, 韩非, 这不是没事吗? 堂哥黑着脸, 虎头帮, 真的是好胆, 你放心, 等这次回去, 一定要他们好看。 韩非无所谓道, 算了, 这事还是交给我自己解决。 对了, 你今晚在家吗? 在家的话, 我把那套战绩交给你。 云雾中, 方则摇了摇头, 什么白胡子老头, 什么战绩, 在天水村这种小地方能遇到什么厉害人物。 不过这少年从二级渔夫直接突破到七级渔夫, 倒是真相是得了奇遇。 不过这不算什么, 比这夸张的多得事, 在城中, 曾有人一步从渔夫城前调者, 那圣景, 根本无法用语言描述。 只听韩非呼呼悠悠道, 跟你讲, 这套战绩交一百零八道脆体残片, 你说什么? 突然出现的方则把三人都吓了一条, 何晓鱼猛了, 手足无措, 天, 天使大人。 韩非比何晓鱼好多了, 不过也装作很是惊讶的样子, 连忙恭敬道, 见过天使大人。 方则点了点头, 一脸严肃道, 你刚才说那偏崩法叫什么名字? 韩非, 一百零八道脆体残片啊。 方则, 仔细说说, 那晚你遇见那个老头的遭遇。 韩非瞎起眼胡编乱造道, 那日晚我本在修炼, 感觉似乎就要突破, 可总感觉差了一点。 然后就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突然就出现在我面前, 说我筋骨太差, 于是随手往我脑门上一按, 然后我就学会了。 方则, 灌顶神法, 顶级断体法, 你竟然遇到了尊者极强者, 小子, 你这运气, 当真是万中无益啊。 韩非傻傻道, 尊者极强者是多强? 有天使大人厉害吗? 方则痴笑一声, 以你的层次, 还是不要知道为好? 你只需知道, 尊者是无尽海域最顶级的强者。 对了, 你说残偏, 这篇功法不全。 韩非, 倒是只有108个姿势, 修炼起来极为困难, 但是效果奇佳。 方则, 那是自然, 堂哥, 天赋起领我们在天水村多留几天, 这108道脆体残骗务必要学会。 堂哥, 这, 尊者把功法传给韩非, 如果我贸然学习, 会不会不太好? 方则, 无妨, 尊者只传授了最基本锻炼筋骨的方法, 可见只是随性赐给他的。 若是他得到了全部战法, 便是送给你我, 都不能拿。 说完方则还打量了一下韩非, 心道尊者为何会指点一个普通渔夫? 难道这小子身上还有某种未看到的潜力不成? 第55章这鱼我能不能拿走? 可小鱼在旁边听仿佛听故事一样, 那表情好像听到了什么惊天大秘密一般。 方则本没打算下来, 不过既然出现了, 见这些低等小被道也不好连见面礼都不给。 只见他手一抖, 随意掏出两枚海红果道, 罢了, 见面便是有缘, 这两杯低级灵果便当作一次小小的机缘吧。 可小鱼愣愣地接过, 整个人都呆了, 海红果啊这是, 这是村长大人才能享用的海红果, 天使竟然随手就丢给他了。 而韩非则愣了一下, 低着头, 眼珠子一转, 深吸了口气道, 天使大人, 不知小子能否有个不情之请。 韩非没有接过海红果, 倒是让方则压抑了一下, 普通的村民竟然可以挡住海红果的诱惑。 哪怕这是最低级的灵果, 那也不是他们应该能抵挡住的, 即便是堂哥, 在第一次见到海红果的时候都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方则, 哦, 那你想要什么? 虽然你和堂哥是兄弟, 但是一百零八道脆体残篇我也不白拿你。 韩非, 天使大人可否刺小子一搜吊粥, 群长吊粥, 着实不结实, 历经战斗便不堪大用。 我怕是要在这里待很久, 所以一搜好的吊粥, 可能远比一枚灵果来得有用。 方则笑了笑道, 确实有意思, 你倒是机灵, 你可知一搜好的吊粥要远远比一枚灵果重要得多。 啊, 韩非装作十分吃惊的模样, 方则抬手道, 罢了, 便赠你一搜吊粥。 只见方则随手一挥, 一搜白色的吊粥赫然出现在海面, 不论是船体流线或是样貌都远远胜过现在大家乘坐的这八人吊粥。 可韩非最关注的不是这搜吊粥, 而是吊粥出现的方式, 这就是所谓的戒子乾坤吗? 不晓得和自己练化天地是否是一个道理。 方则, 好了, 你们的试炼即将结束, 去吧。 说完, 方则眨眼间消失不见, 就在方则离开不久, 天空中响起村长的喊声, 我宣布, 锤吊试炼结束, 所有人待在原地, 不可妄动。 无会在天空视察, 一旦发现还有异动者, 成绩作废。 所有巡察使全部出动, 有家长开始进场, 但也只能进来一点, 观看结果。 约莫半注箱的时间, 有巡察使来了, 当韩非看见这位巡察使的时候, 竟然认识, 这不是南校区的周鼎老师吗? 上次他可就是被这老师给拎出南校区的。 周鼎看见这几十搜调周的时候就已经愣住了, 心说这是哪个学校的天交。 可当他看见韩非和何小鱼的时候顿时失声道, 是你们两个。 韩非, 韩非见过周老师, 何小鱼, 何小鱼见过周老师, 堂哥, 堂哥见过周老师周鼎, 你就是堂哥。 见到堂哥在此, 他就不意外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调周了, 这可是天使的徒弟, 只要他愿意, 讲辩全场南部城还有人敢阻拦。 来时参赛的万搜调周, 撑到此刻的不到三千搜。 此刻三千搜调周汇聚, 所有调周上满满地都是愚货, 整个离空港所有工作人员全部被抽调过来清点。 不时有人的积分统计被爆出, 周长, 总积分481分, 丁大鱼, 总积分389分。 取20, 总积分501分, 凡是有人积分超过500分了, 总是能引起一片欢呼, 因为大家觉得这分数进去前1000名应该是没问题了。 忽然, 一名工作人员惊呼道, 王, 王白宇, 总积分4982分。 华, 全场炸锅了, 不少调师都震惊了, 差一点就5000分了, 王家这第三子有点妖孽啊。 有家长惊呼, 这还用看吗, 这肯定就是第二名啊。 有家长羡慕道, 听说前三名的人, 天使大奖会奖励据零数, 那一定是一门很厉害的战绩。 有家长嘲讽, 你懂什么, 巨灵数是战绩吗? 那是一个伟大的职业, 镇子里的人称学习了巨灵数的调师为巨灵师。 甚至有家长感慨道, 生子当生王白宇啊。 韩非, 堂哥和小鱼正在等别人统计积分。 堂哥最先排道, 当工作人员看见那一大串调粥的时候, 不禁傻眼, 这些都是堂哥的。 堂哥指了指道, 这一搜, 这一搜, 还有那一搜, 一共五搜, 都是我的。 哭, 不少人都长出了口气, 差点把他们吓坏了, 还以为这边都是堂哥的呢? 不久后, 有工作人员再次惊呼, 堂哥, 堂哥总积分5882分。 家长们再次感叹了起来, 果然不愧是天使的弟子, 随随便便就超越了王家三子进千分。 有人摇头, 何止进千分, 那王白鱼若不是家中安排了其他人手帮他, 何至于能获得近5000分的高分。 家长们只会把这个当作谈资, 而老师们才会互相攀比, 王杰作为堂哥的老师, 此刻红光满面, 那是自己的学生啊。 第一名, 看来稳了, 为人会觉得天使出手了, 这么点小场面根本不值得, 若是天使出手, 便是五万分都是轻轻松松。 这边, 何晓鱼很多也被带过去计分。 何明堂一直在注意这边, 当他看见何晓鱼和堂哥, 韩非一起回来后, 就知道应该不会差了, 此刻看见何晓鱼身后三艘吊舟, 不禁弯起了嘴角。 不过在何晓鱼撑凉之前, 那边有工作人员喊道, 胡坤, 1299分。 胡坤心神激荡, 这六个时辰对他而言可谓是闲死还生, 哪怕实力突破到了七级, 依旧数次差点被人维艰, 此刻听到这分数的时候, 便知道百明有望。 谁料, 他刚统计完就看见了何晓鱼, 当他看见何晓鱼身后的三艘吊舟后, 脸色变了, 黎狐怎么没抓住他吗? 片刻后, 工作人员错愕道, 何晓鱼, 总积分3012分。 哈哈哈哈, 何明堂不禁就笑出来了, 激动得不能自己。 旁边, 有老师恭维道, 老何, 生了个好闺女啊。 何老师, 你家晓鱼大吊师有望了啊, 何老师, 我家那臭小子虽然分数不高, 但相貌堂堂, 言行颇有贵族风范, 你考虑一下。 何明堂现在哪能听尽这些话, 信到就你家那臭小子还贵族风范, 长大跟大黄鱼似的, 还敢说相貌堂堂, 还想要我的长上明珠。 此刻, 各方家长看见了何晓鱼的样子, 顿时都夸奖这丫头长得好看。 有心人甚至暗暗记了下来, 准备让自己儿子追了试试。 胡坤猛了, 3012分, 这简直就是红果果的打脸。 他还满期待何晓鱼被离虎抢了呢, 可怎么就3012分了呢? 难不成何晓鱼比自己厉害不成, 何晓鱼结束了, 胡坤就看见韩非了, 顿时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看见韩非身后密密麻麻的吊舟。 这边, 韩非终于等到有人来统计自己的了。 工作人员, 韩非是吧, 哪一搜是你的吊舟? 韩非, 这边全是我的。 工作人员猛然盯着韩非, 不是, 你说啥? 这些全是你的。 韩非点头, 对啊, 全是我的。 这工作人员不敢置信地围着这一圈吊舟转了一圈, 回来后再次问道, 真的都是你的。 韩非, 这么多老师在这呢, 我能骗你不成。 韩非的吊舟一共有21艘, 不怪工作人员不相信, 你哥谁谁都不能够相信啊。 在统计的时候, 有工作人员打开了某吊舟的鱼舱, 顿时就卧槽了, 青衣色全是刀鱼, 连一条青甲鱼都没有, 工作人员当时就猛逼了, 都我呢。 只有韩非自己知道, 主要都是刀鱼的船只有四艘, 可即便如此也不少了。 片刻后, 当韩非的成绩出来后, 有工作人员直接二了一声叫了出来。 众人都看向这名工作人员, 却见他举着本子结巴道, 韩,韩非。 总,总积分, 13208分, 第56章第一名, 静, 全场静悄悄的, 原本大家都还聊天聊得热火朝天的, 但是当这个分数一出来之后, 所有人声音都消失了。 老师们和工作人员们纷纷傻眼, 校长也傻了, 村长也傻了, 韩非的老师王杰也傻了。 只有堂哥是笑着的, 韩非自己还饶了绕头, 似乎场面一度有些尴尬。 不可能, 他作弊, 就在这时, 胡坤激动了, 他着实被这个数字给惊呆了, 哪怕给他翻十倍, 他都没有这个数字。 他唯一能想到的, 就是韩非作弊, 否则怎么可能会出现这个高的分数。 韩非眯着眼睛看过去, 年轻人, 你说话可是要负责的啊。 这时村长也傻了出来, 少年, 你说话确实得负责,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韩非同学作弊呢? 胡坤当然拿不出证据来, 只是胡坤忽然灵机一动道, 一定是堂哥, 韩非和堂哥是好兄弟, 一定是堂哥把自己积分给韩非的, 否则他怎么可能获得这么高的积分。 哼, 此时堂哥站出来道, 胡坤, 莫要胡搅蛮缠。 我并未赠送韩非一个积分, 那些积分都是他自己赢回来的。 胡坤激动道, 你胡说, 他一个月前还是二级渔夫, 短短音乐光景, 你说他能在锤吊试炼获得一万多积分。 你信吗? 尊长等人纷纷看向韩非, 信到什么情况? 一个月前还是二级渔夫, 可现在看来不像啊。 这看起来的有七级渔夫吧, 韩非却并不在意, 胡坤, 个人有个人的机缘, 我数次历经生死, 得了些许机缘难道不应该吗? 倒是你, 心胸如此狭隘, 一零零零多分的成绩任你排你也排不到前十名, 你说你挤兑我这是干啥呢? 说, 你是不是嫉妒我, 羡慕我, 还很恨我。 可这时有家长却在喊道, 那少年, 那你讲讲你这积分怎么来的败。 就是, 说说怎么来的总没问题吧, 这得抢多少人才能抢到这么多积分啊? 一时间, 无数人开口, 有些人是真的想知道, 有些人纯粹就是看热闹不显示大。 尊长呵斥道, 安静, 家长全都闭嘴, 失恋统计还没结束呢? 终于, 声音平息了, 村长为难地看了韩非一眼道, 韩非同学是吧? 你可以说一说, 我保证不会有人找你麻烦。 韩非, 村长大人, 您的保证做数吧。 村长顿时老脸一红, 什么叫我的保证做数吧? 你把八去掉好吗? 村长, 当然做数, 这件事你尽管说, 绝不会有任何人找你麻烦。 韩非, 事情是这样的, 我本无意争抢, 只能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结果偏偏好多人要来抢我。 这里面有李虎同学, 夏无双同学, 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同学, 嗯, 然后我顺手就把他们给抢了。 这一刻, 韩非才算堪堪露出自己的獠牙, 一个村子而已, 寻常人视为天骄般的人物, 在大人物眼里连屁都不是。 可自己若是连村子里的天骄都算不上, 还怎么往上混? 于是他认为自己也是时候暴露一下实力了。 什么, 你抢了李虎? 啊, 我之前看见夏无双受伤而回, 难道是被他给抢了? 不能够吧, 李虎可是八级渔夫的高手, 夏无双可是四级夏品灵脉, 能打得过他。 人群中议论纷纷, 很多人不信, 谷坑还在斥责, 话说, 李虎和夏无双都是八级渔夫, 你如何能夺了他们的吊州? 韩非用怜悯的目光看着他道, 这很奇怪吗? 因为他们打不过我啊, 或者, 让他们自己站出来说, 只可惜不论是李虎或者夏无双此刻都不可能站出来的, 李绝此刻也混迹在家长中, 双拳捏地疙哒响, 心中的怒气几乎快安耐不住。 儿子几乎被废, 他还不能发怒, 甚至还要感谢对方的不杀之恩, 不仅如此, 他还要想办法给韩非赔偿, 让韩非不要再追究那名巡查使。 夏无双更是心高气傲, 除了堂哥之外, 整个天水村只有他的灵脉品级最高, 按理说他也应该是除了堂哥之外最强的一个。 可惜结果呢, 竟然败在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手里, 他难道出去丢人吗? 韩非看着工作人员道, 我的积分可以确定了吗? 工作人员看了看村长, 然后点头道, 韩非同学总积分13208分, 确认无误。 若有不服者, 可是随时来追查, 但此刻不得妨碍后续同学的积分统计。 谁知韩非并没有走的意思, 却低声问拿命工作人员道, 你好, 我的这些鱼可以带走不? 工作人员愣了一下, 我们提供回收服务, 否则这几时船的吊舟, 想必并不好拿。 韩非, 好拿好拿, 我自己带回去, 工作人员, 积分统计很快, 太阳还没完全落下去的时候就已经统计完了。 尊长站在吊舟上, 悬在空中, 手里拿着一份名单。 尊长, 我宣布, 由我来宣布本次锤吊失恋成绩。 第一名, 韩非, 总积分13208分。 第二名, 堂哥, 总积分5882分。 第三名, 王白宇, 总积分4982分。 第四名, 向南, 总积分4356分。 第七名, 何小鱼, 总积分3012分。 第十名, 陈庆, 总积分2222分。 前十名一过, 后面的积分就开始大幅度下滑, 从第十一名的1800分到第100名的1120分。 其中胡坤竟排到了86名, 算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 但是和前十名相比那还是完全不够看, 而最后公布出来的结果, 第一千名的积分则是496分。 有人欢喜有人愁, 入围前1000名的学生固然开心, 但是接下来村长说的话却让很多人都动容。 村长, 各位同学, 我相信你们已经认识到了锤吊试炼的残酷, 这是真实世界的缩影, 在一二级雨场, 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很多学生沉默, 家长们也开始沉默, 甚至说, 从一开始, 很多家长就很沉默, 因为他们没找到自己的孩子。 村长喊道, 你们可知本次锤吊试炼的人员伤亡情况如何吗? 据巡查时统计, 本次锤吊试炼共有13564名学生, 但是只回来了10321名学生, 有3243人, 近两成半的同学永远葬身在了这片海域。 所有人都动容, 包括韩非自己也动容了, 他知道有损伤, 从自己抢的那些吊舟上空无一人就知道, 很多吊舟上的人都被清理了。 而何小瑜也说过, 李虎杀人了。 而那些原本处于结盟状态的人, 才是本次陨落的学生的主要来源。 村长动容道, 现实是残酷的, 真正从头至尾参与整个锤吊试炼的吊舟共有2982艘, 根据最后统计, 本初锤吊试炼, 伤者高达5000人, 有些人更是造成了永久性的伤残。 告诉你们这些, 不是为了让你们恐惧, 而是让你们明确地知道, 这是骗吃人的海洋, 不想被放弃, 不想陨落的, 就要拼了命地努力, 只要能活着, 生活就有了希望。 听完这个数据韩非沉默了, 这才仅仅是村子里的一个锤吊试炼而已, 便是如此高的伤亡率, 那阵里呢? 成里呢, 他第一次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残酷, 更准确地说是修炼的残酷, 数百普通人中能有一人成为吊师, 数百吊师中能有一人成为大吊师吗? 那多少大吊师才能出一个和小鱼嘴里的锤吊者? 而想成为方泽那样的前吊者, 又要踏在多少人的枯骨上? 韩非看了外围家长那边, 此刻已经没有人面带笑容, 有人在哭泣, 有人在安慰。 韩非深吸了一口气, 这时争命, 与天争命, 与人争命。 第五十七章扔鱼丸, 韩非回到玄空岛的时候, 第一件事就是让李刚做烧烤。 晚上, 东边集市上, 数以千计的人为拢在天下第一好吃烧烤摊旁边。 李刚浑身大汗淋漓, 一边烧烤, 一边大喊道, 都不要急, 往后三天本店全部半价, 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李刚忙得连喝口水的功夫都没有, 但是他满脸喜色, 这才是生活啊。 以前在虎头邦当混混的时候, 每次收保护费都要受到别人的敌视。 但是现在, 自己烤的烧烤那是功不应求, 很多人都争钱恐后地把钱往自己手里丢。 集市上李刚夫妇在盲目着, 韩非家的悬崖边, 韩非、 堂哥、 何小鱼三人正在吃着烧烤, 三个人头疼的想着几十搜调粥的产出该怎么办, 这都已经可以全面冲击海鲜市场了。 每年垂吊失恋之后, 悬空岛即是鱼价就会暴跌, 现在也一样。 何小鱼的三搜调粥被何明堂拿去处理掉了, 韩非的五搜调粥直接给了韩非。 于是韩非就有了二十六搜调粥, 把其中上有空闲地整理出来后, 只剩下了满满的十五搜。 即便是给了李刚那边满满地的三搜, 自己还是有十二搜满满的调粥无处可放。 唐哥吃着手里的蒜蓉大虾, 好吃, 太好吃了, 我们把所有的鱼都做成烧烤好了, 还能卖不少钱。 韩非, 太多了, 我们撒加起来的鱼何止万斤, 那得有好几十万斤吧。 可小鱼, 按照现在这个天气, 活鱼都只能撑一天哦。 否则就会死掉变臭, 唐哥, 那卖掉, 韩非思虑良久, 缓缓到, 取之于海, 还之于海, 要不我们把它们扔回海里去吧。 扔回去, 唐哥跟何小鱼俩人看傻子一样看着韩非, 这苦日子刚过去没两天, 现在就都起来了。 韩非, 你看咱这烧烤摊, 按照这速度, 今晚也就能用掉一船鱼, 明天再用一船怕是顶天了。 韩非见俩人表情古怪, 一副很嫌弃的样子, 顿时瞎扯到, 觉悟, 觉悟呢? 我们人类源源不断地从海里汲取资源, 有天资源用不掉了, 与其等它腐烂那还不如将其扔回海中, 至少它们仅存的价值了, 我们难道还要剥夺吗? 唐哥绕头, 那你死命要把这些鱼拖回来干嘛? 为何不直接卖给离空港呢? 韩非一口咬掉一只大虾道, 海中太孤独, 我只是想带着他他们来天上兜一圈。 唐哥, 何小鱼, 说完韩非就不管俩人怎么想, 一下子跳到了一艘钓舟上。 是的, 他去离空港把这些钓舟都租回家了, 等用完了就还回去, 此刻这些钓舟就挂在他家附近。 柯小鱼点了点唐哥, 小声说, 你有没有发现, 虽然他现在实力进步飞快, 但是脑子有时候不太好矮。 唐哥一脸不高兴道, 你脑子才不好, 脑子不好能成长这么迅速, 能得到尊者及强者的垂青。 柯小鱼, 哼哼, 本来就是, 自从上回从水里被拉出来以后, 总感觉他变了。 唐哥也露出思索之色, 难道这个才是韩非的本性? 忽然就听何小鱼呜呜呜呜说道, 你说这个韩非是不是鱼变的? 传说里在遥远的不可知之地, 又可以变成人的鱼矮。 唐哥吃了一声, 无语地看着何小鱼, 我看那, 我兄弟是没有什么问题, 你脑子是真有点坏了。 这时, 韩非已经一条一条开始扔鱼了, 每扔一次, 脸上总是会露出幸福的微笑, 看得唐哥和何小鱼俩人一脸猛逼。 何小鱼, 我来帮你扔, 你别动, 韩非指着准备跳下来的何小鱼大声呵斥, 女孩子家家, 做什么苦力, 给我坐着, 吃烧烤。 唐哥笑了一声, 我来帮你, 你也别动, 唐哥, 韩非眼珠子一转, 罢了, 你们等我一下, 扔鱼这时倒是不紧迫, 我教你们练一下108道脆体残片。 何小鱼撅着嘴, 我, 那我回去了, 韩非, 你回去干啥, 一起学拜, 啊, 可小鱼震惊地看着韩非, 真, 真的吗? 我也可以学, 韩非大方地摆了摆手道, 我韩非这几年朋友不多, 除了唐哥就你算一个, 有好事而我能忘了你。 爬上悬崖的韩非嘀咕, 我才不会告诉你们我是因为怕你们来扔我的鱼才教你们的呢。 可小鱼很激动, 按照天使方则说的, 那是传说中的尊者才会的顶级战绩啊。 至于尊者是什么, 反正很厉害就是了。 唐哥同样, 他曾一度以为韩非将会就此沉沦, 甚至觉得韩非在垂吊试炼中都会危险万分, 但是此刻, 韩非竟然都开始传授他战绩了。 韩非道, 你们两个站好了, 看着我的动作去做, 尽量不要出现一丝偏差。 唐哥, 好, 可小鱼, 没问题, 结果刚第一个动作, 便是后仰, 单手着地, 另一只手抓脚。 韩非是轻轻松松就完成了, 唐哥脸色通红, 心说这动作有点难啊。 可小鱼直接睡在了地上, 韩非, 可小鱼, 你能不能行, 女孩子的身体要比男生更加柔软, 你咋睡地上了呢? 可小鱼, 好难啊。 韩非, 那你要不要学, 可小鱼点头如小鸡着米, 要, 一个, 两个, 三个, 韩非一下子叫了18个动作, 不论是唐哥还是何小鱼, 在进行到第八个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大汗淋漓, 在进行到18个之后, 俩人几乎都贪软在地。 韩非心中疑惑, 自己当初虽然也修炼艰难, 但总算是能完成36个动作, 算是完成一个小小周天, 难道是我叫的不好的缘故? 天空中, 方泽自然是完全目睹了这一幕, 不时的点头, 果然不愧是顶级战绩, 每一个动作, 都调动了人体所有的肌肉, 如果长期练习下去, 那么人体或可完成很多别人几乎完不成的动作。 他琢磨着, 自己是不是也要学一学, 算了, 几个小辈学了没关系, 我若是学了, 唐哥和何小鱼仿佛是从水里捞出来一般, 滚身是汗, 气喘吁吁, 等他们慢慢做起来后, 唐哥忽然有感, 咦, 我感觉到了我体内的灵气上限提高了, 可小鱼, 是吗? 啊, 真的耶, 俩人正准备告诉韩非这个好消息, 却发现韩非已经不见了, 趴到悬崖边一看, 发现韩非已经勤快地开始扔鱼丸, 一边扔着一边还哼哼, 嘴角是止不住的笑容。 韩非一看见俩脑袋伸了出来, 顿时没好气道, 这就停了, 一直练到明天早上, 不能停, 啊, 可小鱼脸色惊恐, 刚刚完成那18个动作, 他都感觉全世界都崩溃了, 结果现在跟他说要练到明天早上, 这是疯了吗? 唐哥也不禁抽了抽嘴角, 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本事练下去。 忽然, 韩非一拍脑门自道, 啊呀, 唐哥, 我那儿有铁鱼练体验呢, 忘了跟你们说了, 少服用一点, 然后修炼就没啥感觉了, 我当初可是一练就是三天三夜。 顿时, 唐哥精神一震, 震惊地看着韩非, 就刚刚那种困难度极高的动作, 想要完成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韩非练了三天三夜。 而且韩非练的可不仅仅是这十八个动作, 全套姿势可足有一百零八种呢。 顿时, 唐哥喉咙里传来声音, 和小鱼, 走, 练习。 就在韩非这边扔鱼, 唐哥和和小鱼修炼之时, 来韩非家的路上, 和明唐气势汹汹。 和明唐黑着脸, 是, 你是在锤吊试炼帮助了我家闺女, 但这不代表你就能拐走她啊。 可你瞧瞧, 现在这丫头都学会夜部归宿了。 就在和明唐快要靠近韩非家的时候, 忽然一道人影出现在他身前, 吓了他一跳。 等定睛一看, 顿时傻眼道, 天, 天使大人。 方泽, 你是何人? 何故来此? 和明唐连忙回答, 禀报天使大人, 我, 我是来寻我家闺女的, 明日即是天父起零的日子, 我家闺女并未归来, 所以我来寻她。 方泽淡淡道, 就是那个叫和小鱼的姑娘。 和明唐连连点头, 何小鱼果然在韩非家。 方泽挥手道, 回去吧, 何小鱼得了机缘, 正在修炼一门至强战绩, 明日天父起零自会前去。 啊, 至强战绩, 事事事, 下名倒退, 和明唐经了, 从天使口出说出来的至强战绩, 自己这闺女, 厉害啊。 顿时他怒气没了, 一路走一路笑着回头。 第58章天父起零上, 韩非扔了一夜的鱼, 手都有些酸涩, 但是他看了眼自己的数据, 顿时眉开眼笑。 主人, 韩非, 等级, 七级, 渔夫上品, 灵气, 38112279, 灵脉, 二级下品可升级, 武器, 紫竹棍, 主修功法, 虚空垂吊术第一天弓稳术繁极神品。 垂吊失恋的时候他可没少花灵气, 不论是锤掉还是战斗, 一点都没省过, 导致失恋过后灵气剩下不到两万七千点, 可现在转眼就赚回了一万, 不错不错。 眼界还有不到一个时辰就快要亮了, 韩非琢磨是不是要提升一下自己的灵脉等级, 如果天赋起灵真的和人的自身潜力有关的话, 那么灵脉等级怕是相当重要。 虽然他知晓方则肯定在附近, 但是万一他发现不了呢? 讲了半天后, 韩非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他之所以敢赌, 是因为他觉得方则的地位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高。 天水村不过就是一个小小村落, 在上面还有镇, 还有城。 若方则来此主持本次的天赋起灵, 那么是不是代表其他所有村落和城镇都有类似强者在主持? 即便被方则发现了端倪, 自己尽量编故事梦骗一下, 就算梦骗不了至少还有堂哥这位挡箭牌在, 对方不一定会对自己如何。 心中这么想着, 韩非就爬上了悬崖, 可刚一上去, 就看见方则正坐在自家的房顶上, 手里竟然还抓着烧烤, 拎着烈酒。 看见韩非后, 随口说道, 这美食着实不错, 未曾想最低等的灵果镜这般美味。 还有这酒, 是如何酿造的, 届时将人里告诉本作。 韩非绕了绕头, 刚刚准备提升灵脉等级的想法顿时就去了八分, 他们你站在我眼面前我还怎么提升灵脉? 练妖狐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暴露的, 韩非连忙应道, 既然天使喜欢, 晚辈回头连同烧烤方法一并都给您。 方则微微点头, 只见他随手一挥, 一枚古朴玉佩悬浮在韩非眼前。 方则, 我也不占你这小鬼便宜, 本来承诺本次垂掉是练前三名者或次语句灵数。 不过你既然得了第一, 又贡献出了108道脆体残破, 这枚灵数便赠你, 里面包含了休息聚灵师的多种方式, 至于能有多少成绩, 便看你自己努力了。 韩非心中已经, 从聚灵数变成了聚灵师休息方法, 就是和王嘉宾假师那般的强者之路吗? 韩非, 多谢天使大人, 方则梅在搭理韩非, 韩非自然就来到了堂哥和何小鱼身边, 这俩人现在早已不是大汉淋漓这么简单了, 这俩人身上都修炼得冒烟了, 也不知道方则给他们吃了什么东西。 不过韩非大概能猜到是什么, 因为在俩人身边有诱人的香味, 怕是刚刚服用了海红果这样的灵果。 韩非也一并加入了修炼, 不过并没有向方则讨要灵果的打算, 灵果换掉粥, 在他看来非常的划算。 早上, 出阳升起, 万里晴空飞红一片, 每次看见这样的场景, 韩非都觉得这个世间太过于美妙和奇幻。 卡擦, 正保持着古怪姿势的何小鱼, 只听体内劈啪作响, 仿佛突破了某种枝固一般, 身上冒出来大量的不明物质来。 启经伐髓, 韩非一眼就看出来了, 自己何尝不是这般, 自己那次是升级了功法, 效果要更好, 体表全都糊糊了。 何小鱼只是吃了一枚灵果而已, 效果怕是不如自己。 我八级了, 砰, 何小鱼直接趴在了地上, 他太累了, 一跃修炼了这18个动作, 让他一个没吃过这么大苦的小女生着实受累。 反观堂哥, 直到把最后一个动作做完才缓缓起身。 爽, 堂哥咧嘴笑道, 我感觉灵气上限至少增长了30点, 这才仅仅18个动作而已, 这108道炼体残片好生霸道。 韩非目瞪口呆, 你增加了多少? 堂哥, 30点啊, 你难道不是? 韩非无语, 他不想和堂哥说话, 这就是所谓的七级灵脉的天才吗? 我特么一个大周天108个姿势权做完才特么增加了十几点好像。 果然何小鱼羡慕道, 这么多, 为何我感觉自己才增加了十点左右? 韩非黑着脸, 我更少。 哈哈哈哈, 方则出现, 大笑道, 这就是灵脉的力量, 七级高等灵脉和低级灵脉完全不可比。 不错, 当108个姿势全部学完, 堂哥你很可能会成为同镜无敌的存在。 哈哈哈哈, 看得出来方则非常的高兴, 韩非觉得或许在他们回城里了以后, 方则可以趾高气昂地对那些和他一起被派出来的人狠狠地装一次逼吧。 玄空岛, 什么位置最为神圣, 那自然是玄空岛的正中心, 哪怕是村长都没有资格居住在这里。 哪怕一个在下等的玄空岛, 对于中心部分, 大家也都是抱之以尊重。 韩非是第一次来到天水村玄空岛的中央, 这里树立着一尊石头雕像, 这雕像雕刻的是一个女人, 她的一只手高举, 手中握着一把雕杆, 雕像前摆着许多贡品, 似乎是刚刚放上去的。 闺女, 何明堂早就等在了这里, 看见何小鱼和韩非, 堂哥一起来后就松了口气。 何明堂此刻仔细打量了一下何小鱼, 震惊道, 闺女, 你突破八级渔夫了。 何小鱼微红着脸, 爹, 你别问那么多。 何明堂, 是是是, 爹不问, 你自己知道就好, 千万别告诉爹。 何明堂恶德和布龙嘴, 看来和韩非等人混在一起也是有好处的啊。 他认为连韩非也都只是顺带的, 一定是天使大人觉得他们与堂哥玩得不错, 所以才赐下了纳志强战计。 何明堂, 好了, 你三人快快进去祭拜海神, 然后赶紧入队。 到时候你们第一批是最先开始进行天赋起零的, 可不得懈怠。 韩非错愕, 海神不是男的吗? 何明堂脸色一黑, 休得胡言乱语, 祭拜之时可不准开口说此荒唐之言。 韩非嘀咕, 我们那嘎拉海神是大胡子, 手里还握着三叉戟, 要比这形象多了。 这玩意, 握着一把吊杆, 当次立马就降低了。 海神祭拜没有什么规则, 韩非学着何小鱼跟堂哥的样子, 掏出自己的吊杆, 将脑袋低下靠在吊杆上碎碎念, 也不知道念着什么, 应该是祈祷。 等祭拜过海神之后, 三人就进了中心内围, 海神雕像的后面。 这是一处方圆200米左右的坑, 只是底部是平的, 还有很多复杂的花纹刻在上面, 看起来就像一个华丽的游泳池。 在这大池子周边, 有一排排的台阶, 就像是体育场外的台阶一样, 此刻台阶上坐满了人, 可谓是人山人海。 每一年的盛会, 很多人都会过来观看, 有人是来看自己孩子的, 有人是来看热闹的。 这会韩非等人, 被带到海神雕塑的后面, 这里有台阶直通池子。 此刻韩非看见了王白鱼, 向南, 陈庆这几人, 还有另外几人他不认识, 但都相互坚点了下头。 毕竟既然走进了前十这个圈子, 代表着这些孩子都不平凡, 是这足足60万人的悬空岛, 最出类拔萃的十个少年。 天赋起零尚未开始, 已经有人在高呼前十名的名字。 堂哥,堂哥,堂哥, 王白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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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南,向南,向南, 呼声浪潮此起批伏, 已浪盖过一浪。 当然, 诸如韩非这种密西黑马, 几乎没人喊, 因为大家都刚刚认识他, 对他完全没有认同感。 但是堂哥不一样, 堂哥这个名字已经成了天水村的示范典型。 哪怕是何小鱼, 都有一些人为他欢呼。 而其中呼声最高的就是堂哥, 王白鱼和向南三人。 韩非, 突然一声句吼让全场的气氛突然一致, 所有人都冲那高喊韩非的人看去。 第59章天赋起零, 群生望去, 大家见到了一个本来妥妥应该位列前十的人物夏无双, 此刻正吊着双手坐在观众席上, 这家伙色, 既似乎没看见其他观众的脸须喊了一句韩非场面诡异, 就夏无双一人喊了两声韩非。 好样的, 忽然又爆出一声, 众人寻声望去, 却见韩非举着手冲观众席挥舞着。 所有人, 横非身边, 何小鱼, 王白鱼等人一脸猛逼, 咱们不要丢人了吗? 夏无双握着拳头, 他知道, 所有人都小瞧了韩非。 他且身体会过, 那种力量, 根本就不该是一个垂吊试炼的学生应该拥有的, 那简直恐怖到爆炸。 韩非, 看看,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何小鱼, 有可能是他瞎啊, 怎么就没人喊我呢? 韩非, 人家都准备着偷偷把儿子介绍给你呢? 现在喊你名字, 就无形中制造了竞争对手。 呸, 就你最坏, 堂哥, 被喊名字其实挺糟糕的, 我又不认识他们。 韩非, 说明你人气高啊, 你是榜样, 堂哥, 我觉得你也可以成为榜样, 可小鱼, 我可以成为女生的榜样, 前十名中只有一个女生。 王白鱼在旁边听着三人的对话, 有些无奈, 难道你们都不紧张的吗? 这是天赋启灵阿卫, 可是关系到以后一辈子的事情呢? 王白鱼, 韩非, 堂哥, 待会记得往中央走, 走到最中央地带, 有好处。 韩非, 中央那个大空龙是干嘛的啊? 王白鱼, 那里是往外喷启灵液的地方。 扑, 韩非差点给呛住了, 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韩非, 这启灵液未免也太多了吧, 这么大一池子, 够几万人洗了啊。 王白鱼, 气势的启灵液, 你没看过网界的天赋启灵吗? 韩非立马道, 我当然看过, 那不是没试过吗? 乖乖, 要是能天天在这里洗澡就好了。 众人, 过了片刻之后, 所有签名之列的学生全部就位。 尊长这时候来到众人前方, 大声喊道, 诸位, 安静。 本年度, 天赋启动即将开始, 规则如同往年一样, 前十名者率先入池, 半个时辰后前摆名入池, 一个时辰后剩下所有人全部入池。 所有启灵者, 天赋灵魂受一旦觉醒, 即刻出池, 不可停留, 尊长手里拿着名单, 读到, 下面, 让本次垂掉失恋第一名韩非, 第二名堂哥, 第三名王白鱼。 柯小鱼, 甲通, 李源源, 陈庆入池, 众人心怀激荡, 率先从台阶上走了下去, 看得后面的那些学生羡慕不已。 这就是前几名的差别待遇, 因为这几人可能是天赋最好的, 所以享受最异等的资源, 其次才是前摆, 再然后可能天赋相差也不大, 索性也就一次性入池。 此刻池中还没有那所谓的启灵夜, 韩非一行人也不停留, 全都在往中间走去。 在距离那大窟窿十来米的地方分散开座下, 柯小鱼和堂哥分别坐在韩非的一左一右, 相距大概也就五六米的样子。 柯小鱼问, 韩非, 你说我的天赋灵魂兽是什么? 我好激动, 好激动, 韩非琢磨了一下, 我自打到这世界来, 好像就看见过王杰老师的大螃蟹, 李虎娜应该不算天赋灵魂兽, 所以不算。 于是韩非道, 可能是一只螃蟹, 抽死了, 我才不要是螃蟹, 灵魂兽不一定是普通鱼场里面的呀。 很多人的灵魂兽都是大家闻所未闻的, 有些人甚至起灵出珊瑚来。 韩非, 啥, 珊瑚也算兽, 柯小鱼, 不知道呀, 应该不算吧, 不过好像起灵出珊瑚来的人防玉力就特别好, 不过我也不知道啊, 好期待。 韩非看着和小鱼一脸无语, 他觉得能有天赋真灵兽就不错了, 哪还挑啊? 不过韩非心里也好奇, 这玩意就跟开宝箱一样, 宝贝是大海里的生物, 抽奖方式是完全随机。 王白鱼, 大多数人的天赋灵魂兽都是我们熟知的, 不过一类灵魂兽确实不差。 咕啦, 王白鱼刚说完, 一道水柱喷了出来。 堂哥, 安心静神, 不要分心, 水冒出来很快, 一会儿这两百米大的池子就铺满了一小层, 片刻厚水已经到了众人的胸口, 而此时一片绿色的液体从大窟窿里面冒了出来, 瞬间就将这整天水池给染成了草绿色。 随即, 水已经没到了下巴处, 堂哥, 闭气, 韩非深吸了一口气, 刚吸完没多久, 池水就已经淹没了脑袋, 众人仿佛被钉在了水底一般。 韩非还有心去看身边的堂哥和何小鱼, 结果发现俩人都是紧闭双方, 其他人也同样是紧闭双眼。 于是, 韩非也紧闭双眼, 在闭眼的那一刻, 韩非只感觉忽然进入了一种奇妙的状态, 仿佛就是进入了一处汪洋大海之中, 融合的波涛冲刷着身体, 心神在飘摇。 如果用一种感觉去形容, 那就想有人用极为温暖的手在抚摸着你, 煞事舒爽。 脑海中, 那是一片黑暗的世界, 四周和远处仿佛有无数力闪烁发光的星辰, 这些星辰像是在疯狂地往自己体内涌入一样。 不知道过了多久, 当这些闪光的心力消失, 韩非又仿佛置身于一种复杂的管道中, 自己的身体仿佛像是一束光丽在穿梭。 直到他看见一片海, 韩非看不见这片海里到底有什么, 他明明感觉这海水非常的清澈, 但是在海水和他面前仿佛有一道薄膜一样, 自己就是穿不透。 突然, 韩非看见了一只小葫芦出现在眼前, 当时韩非就惊了, 怎么哪都有你。 我天赋启灵呢, 你也跑过来抽热闹。 可是连妖狐亚根不管它, 慢慢地开始自顾自地转了起来, 韩非感觉到在恋妖狐出现的那一刻, 有大量的鱼类蜂拥而来。 可是那些鱼也穿不透那层薄膜, 于是薄膜前的鱼开始不停地更换, 都在冲击着薄膜。 外界, 时间已经过去小半个时辰了, 忽然, 水面有一洞, 有人惊呼道, 出现了出现了, 第一个麒麟成功的是陈庆。 哗啦, 只见陈庆的身体突然一抖, 一只伸长如见的鱼出现在他的身边, 开始围绕着他游了起来。 有人叹息, 是剑鱼, 这是一级鱼场最具攻击力的鱼, 可惜过于普通了一些。 有人反驳, 你懂什么, 在普通那也是一级鱼场的鱼, 要知道大多数人起零出来的鱼可都是普通鱼场的鱼。 尊长看了一眼剑鱼, 微微摇了摇头, 不行啊。 剑鱼太普通了, 在镇上有太多的人天赋灵魂兽都是剑鱼, 完全不出跳啊。 紧跟着, 水池地下又有一洞, 这一次是李圆圆, 她的身边竟然浮现出了大肉龟。 顿时, 全场炸裂, 有人惊呼, 大肉龟, 本届出大肉龟了。 李圆圆的父亲激动地站了起来, 大肉龟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超高的防御力, 儿子获得这等灵魂兽, 此生都不用担心儿子陨落在普通鱼场或者一级鱼场了。 尊长暗暗点头, 这个李圆圆以后倒是值得培养一下。 紧跟着, 甲通, 出现了一只大青蟹, 就像王杰钓尸的大螃蟹一样。 只可惜大青蟹没有王杰钓尸的品质高, 王杰的灵魂兽是只有一级鱼场才会出现的青鱼蟹。 而甲通的这只只是普通鱼场的大青蟹, 孰高孰低一目了然。 不过观众们却无所谓, 甚至有人还羡慕地说道, 螃蟹矮, 能功能手, 综合能力很强, 算是不错了已经。 此刻, 最紧张的莫过于和明堂了, 通常坚持时间越久的人开启的天赋灵魂受救越强, 后三名已经出现了, 不知道自己闺女是什么。 可和明堂意外的是, 第六名的男校学生张强确实先出现异动, 开出了一条铁头鱼。 这让和明堂大喜, 他觉得自己闺女肯定是天资比这些人高, 所以才会等得更久一些。 不过铁头鱼也引起不少人欢呼, 别看大家一天天都说铁头鱼这, 铁头鱼那的。 这玩意于一身铜筋铁骨, 防御力却是不比大肉归弱了多少。 第五名, 开出了箭鱼。 第四以向南, 开出了第一只一类鱼, 但也是最常见的一种一类鱼, 球鱼。 这代表着向南以后会具有极高的攻击力, 即便是在镇里, 能开出球鱼的少年都不多。 嗡, 忽然水下一动, 来自和小鱼那边。 第六十张, 白龙与灵虾, 和明堂瞬间就激动了, 脑门上冒着的都是汗。 王杰, 别激动, 小鱼他坚持到了现在, 所以开出来的灵魂兽只会比前面的更好。 和明堂点头, 是, 肯定是这样, 扑通, 村长高呼一声, 一类鱼, 一类鱼。 全场观众纷纷起身, 看着那条红黑白三色相间的鱼, 顿时惊呼, 没见过这种鱼啊。 但是好漂亮, 和明堂激动得泪流满面, 一类, 是一类鱼, 哈哈哈哈。 我和家出了一个一类灵魂兽, 村长也颇为激动, 村子里有多久没有出现过一类灵魂兽了。 他记不得了, 至少有数十年了, 如果韩非此刻是睁着眼睛的, 一定会说明文化真可怕, 这么多人连小丑鱼都不认识。 此刻很多人都抬头看着天上, 似乎是想看看方泽知不知道这是什么鱼。 如大家期望的, 方泽踏空而立, 看着和小鱼身边的小丑鱼道, 这是红雀鱼, 又称海魁鱼, 领地性很强, 攻击性很强, 专以各种海魁为食。 很稀有, 但是成长能力有限, 若是能进化到黑雀鱼, 此此当有资格入城。 肠下哗然, 很多人都惊呆了, 这么高级的吗? 竟然以海魁为食物, 甚至还有进入城市的资格。 何明堂身边, 很多老师围来, 何老师, 恭喜啊, 您生了一个了不起的闺女。 何明堂, 哪里哪里, 侥幸侥幸。 何老师, 我有一亲戚, 现在正中, 你考虑一下。 何明堂, 哈哈, 闺女还小, 还小, 一大堆人祝福何明堂的时候, 比何小鱼先开启灵魂兽的人都羡慕地看着何小鱼。 此刻何小鱼也缓缓地争, 看见自己面前一只身体前半部分是红色, 后半生是黑色脑袋上有一道白色印记小鱼正在她的面前瞅着她, 顿时眼睛都快眯成桃花了。 哇, 好可耐, 好好看, 你是我的灵魂兽吗? 游一圈看看, 小丑鱼似乎通人性地搜一下围绕着何小鱼游了一圈, 速度极快, 看得何小鱼开心得不得了。 尊长, 磕磕, 已经获得天赋灵魂兽的, 快点出来吧。 这时, 何小鱼才想起还有好多人在看呢, 立刻按照他爹的说法, 心念一动, 小丑鱼瞬间冲入自己的眉心, 消失不见。 何小鱼还朝着水底看了一下, 发现韩非和堂哥还在水底, 想来比自己坚持更久, 肯定能开出更好的灵魂兽吧。 唉, 自己这个鱼好像没讲过唉, 赶紧去问问。 半个时辰即将过去, 水底只剩下韩非、堂哥, 还有王白鱼三人。 此刻王白鱼憋不住了, 水下出现一洞, 紧跟着一只青涩的, 背部高高隆起的大乌龟出现了。 呲, 这是, 肩甲龟, 有人愣住了, 但凡是乌龟, 那都是极为厉害的存在。 如果说大肉龟是一级渔场无敌的存在的话, 那么肩甲龟就是一级甚至二级渔场都是接近最强防御的存在。 之所以所接近无敌, 那是因为这里流传这一个传说, 据说在一级渔场还有另一种极其稀有的龟位存在, 那边是驼石龟。 顾名思义, 驼石龟的背部会驼着一块石头, 传说这石头上镶嵌着一种战绩, 但是谁都没见过驼石龟, 所以肩甲龟变成了接近无敌。 王家老祖宗此刻也在观看, 当他看见肩甲龟的时候, 微微点头, 好小子, 果然不愧是我王家的种, 这肩甲龟若是能更进一步, 那便是选甲龟, 到了那时, 我王家便要再出一个厉害的兵甲石了。 王白宇醒来后看见肩甲龟, 微微有些失望, 不过还是拍了拍肩甲龟的龟壳。 这时他下意识看了下水下, 发现韩飞和堂哥竟然还未醒来。 半个时辰已然过去, 时钟绿色微微便带了一些, 村长继续喊道, 前百名者入持。 哗啦啦, 就像一群人去澡堂子一般, 很多人争先恐后入睡, 生怕比别人慢了一拍, 吸收的启铃也比别人少。 但此刻观众并没有注意这些人, 而是纷纷议论着堂哥跟韩飞。 有人表情怪异, 这个韩飞看来有点实力, 否则哪能在池下待这么久。 有人疑惑, 难道这是一个可以匹敌堂哥的天才? 有人摇头, 那不可能, 听说那个韩飞灵脉测试的时候 只有一级上品灵脉, 可能只是待了久了一点, 仅此而已。 忽然, 池中央瞬间沸腾, 一团红色焰火突然生腾。 天空上原本一直在闭目养神的方泽眨眼 间便出现在海神雕像后, 目光热烈。 普通, 只看见一只长达半米左右的鲜兽之物腾空而起, 此物通体火红, 身上竟然燃烧着幽红烈焰, 只有一道白线从头顶之尾巴, 在身体背部竟有红白相间的骨翅, 再看此物, 竟还有一双大鳌。 所有人都看呆了, 尊长也傻了, 这是啥。 柯小鱼张大了嘴巴, 所有准备等着入池的学生也都纷纷张大嘴巴, 这一类, 也太一类了吧。 尊长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 反正不懂就喊一类就醒了。 堂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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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台上所有人都激动了, 这一幕太过神奇, 在水中竟然还能有燃烧起来的烈焰, 这简直闻所未闻。 堂哥醒来, 下意识地看了眼韩飞, 发现韩飞竟然还未醒来, 而身边已然空无一人, 这才笑了笑浮出水面。 出水第一眼, 堂哥就看见一只虾, 这虾长的好生奇特, 竟然在燃烧, 见到堂哥已然醒来, 方则激动地声音响彻全场, 若我所猜测不错, 此物乃是传说中的白龙与灵虾, 据传其双前只坚固堪比神帖。 可惜, 我并未见过, 只是猜测, 而等无需放在心上。 方则觉得自己这一趟来得简直太直了, 他几乎可以料定, 不久之后堂哥将在城中崛起, 到时候自己作为堂哥的引路人, 届时便是水涨船高, 堂哥越强, 他的地位也就越高。 堂哥难难道, 白龙与灵虾, 你明是红色的啊, 看你浑身燃火, 以后便叫你小火可好。 只见白龙与灵虾蹭一下爬到了堂哥的脑袋上, 举着双翱夹着空气。 堂哥在所有人羡慕声和呼喊声中上了岸。 方则, 好好好, 你极有可能获得了一只传说类瞎类灵魂兽。 堂哥虽然心神激荡, 但还是看向时钟。 方则, 你那个小兄弟既然能待这么久, 想来应该也不会差, 等着变好。 众人都在期待着韩非, 可片刻之后, 后辱的数百名学生纷纷开启了灵魂兽, 只可惜果然是差强忍意。 校长不时喊道, 陈飞, 觉醒刀鱼灵魂兽, 前鱼, 觉醒清甲鱼灵魂兽, 尊落落, 觉醒刀鱼灵魂兽。 韩非有点无聊, 他眼看着眼前的薄膜另一边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换了一批又一批。 最开始还是各种海洋生物凑上来看, 可越往后就越少, 但越往后也就越凶悍。 他甚至看见有一只大鱼满嘴獠牙, 直接把一只通皮碧绿的螃蟹一口咬碎, 然后这大鱼又被一条蛮鱼洞穿。 难道是我的灵脉等级不够? 韩非有了执念, 他能感觉到身边的水流涌动, 可小鱼和堂哥他们好像都已经结束了。 不是说在水底带的越久, 潜力越高吗? 古路, 给我升级下灵脉吧。 练妖狐没搭理他, 依旧在自顾自地转悠。 忽然间, 韩非觉得眼前一白, 透过薄膜, 他能模糊地看见一条灰色还是白色还是黑色。 反正就是一只纯色的小鱼出现了。 咦, 这么点个头, 说好的大龙虾, 大螃蟹, 大乌龟呢? 这小鱼别一口就被吞了吧, 可就在这小鱼出现的刹那, 咕噜疯狂地开始转了起来, 只见那透明薄膜仿佛要破碎, 小鱼用脑袋顶着薄膜。 外界, 一个漩涡突然出现在韩非身上, 有人惊呼, 要出现了。 致建许了。